到了大约1100年前的宋代 河西走廊一带建立了西夏国 西夏时期的敦煌壁画中 有一幅非常有意思的舞台山图 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场舞台剧 在连绵重叠的群山中 人们赶着骆驼骑着马 不停地上山下山 再上山再下山 千元万转路不定 眼看终点离自己不远 可是山路十八弯 绕来绕去 几天也未必能到达 真可谓望山刨死马 明明已经看到了山就在那边 可真要走到山那边去 还要花很长的时间 走很长的路 在崎岖的山路中 人们不断跋山涉水 终于来到了一座城门前 画面看似简单 但越看越让人浮想连篇 这分明是一个时间隧道 画面中间的大山 其实是抽象的 舞台道具一般的万水千山 而那些来来往往的行李商队 也全部被折叠压缩到时空隧道里 中国绘画不仅描绘定格在一瞬间的场景 还常常加入时间这一维度 一幅画里经常描绘了从早到晚 甚至是几天几夜的时间段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这种手法叫做一步换紧 在中国绘画里很常见 对 对 对